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父亲在地行医六十年 在2016年他退休以后的愿望 是想要在重建之后 在KiKiKi的地方和家人同住在一起 因为爸妈年纪很大 所以规划的重点是以生活的便利性 机能性和安全性为主要的考量 希望父母亲住起来可以很舒适 生活可以很方便 后来在幸福空间发现张总监的规划 非常注重居家的安全 还有非常人性化的关怀 而且他们的SOP非常细心 思考也非常的周密 所以我们就决定 找他们来规划父母的长青宅 随着台湾人的平均寿命的提高 我们已经远来进入了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族群 在室内装修 当然有它的一些特别性跟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们特别关注到这样一个族群 它需要的一个居住的环境 其实在安全友善体贴上面是更需要的 我们的事务所在多年前开始关注 这样一个族群的需求 然后也提供了相关的一些需求上的满足 我们希望提供的设计 能够永远超过屋主的想象跟需求 像这个案子的屋主年近90岁 那我们特别关注就是它行动的安全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所以各位有看到一些像是融合在整个设计里面的一个 一个织物的平台 它其实在这个空间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行动辅助的一个设计 然后整合它一个木头温润的材质 还有灯光的一些融合 它会觉得这是属于一个整个装修设计的一部分 然后随着这些扶手的一些设计 那我们考虑到整合在家具的一个动线上 它其实家具的背 还有像是餐桌的桌面 也是属于这整个行动的辅助动线上面的一个设计 所以屋主从一进门这玄关客厅餐厅到主卧 甚至到浴室 其实在整个行动上的一些规划 都在我们在整个设计里面都整合跟考虑清楚 以这样一个小型的空间的住宅 它其实收纳更行重要 所以各位看到这些的造型壁面 看起来很简洁的壁面 其他里面都是充满了一些收纳的功能跟设计 从一开始的入口这样的一个浅的柜子 因为格局的关系 像那个空间的话 我们拿来放屋主的这种闪架 还有屋主的一些辅助的行动装置 比如像拐杖之类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外出符柜 那这也可以放我们的家人的外出符 尤其疫情期间 或者是我们的外出包 或者是来访的家人客人的一些外出符的规划设计 这样就不显得乱 然后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柜子里面 还有整合一个叫做什么药品跟保健食品的柜子 我们可以知道长者其实在这样的需求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我们可以把它整合在一个特定的位置 避免在使用这些所谓的保健食品或是药品的时候 一些遗忘或者是混乱的可能性 像这个厨房是开放式的厨房 那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开放式厨房 可以跟家人跟朋友在烹调的过程中享受这种烹调的乐趣 但是开放式的厨房也伴随着油烟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案子就像我们其他的设计的方式一样 有所谓的防烟垂壁 有加强的排风机 甚至在别的案子我们也看到 我们会搭配着所谓导风机的设计 透过这样子一些的设计的方式 就可以让开放式的厨房油烟不容易的外泄到其他开放的空间 最后我们就可以提到我们所每一个案子都会用到的一个设计 就是一分钟见客 因为我们常讲说家里最容易混乱的地方 就是在餐厅这个地方的收纳 可能有些饮水设备或是一些小型家庭的一些需求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用盼水在拉门缓冲的一个设计 那只要客人来或家人来 你不需要它混乱的时候 你只要轻轻把门的一个带上 那家里就可以维持很整齐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它也整合了一些小家电 比如像一些扫地机器人 其他这些隐藏式的一些线的插座的一些设计 这样子就可以提供一个相对好的 视觉上美感的一个生活品质 像这个案子我们知道居住者的对象跟使用需求 我们特别注重在这整个动线的尺度的合理化 像现在这样子的屋主他其实行动是没有问题的 当我们考虑到他未来可能行动能力稍微有退化的时候 他也许需要一些其他的行动的扶具 那我们必须留适当的宽度 让未来的行动退化的时候 能够满足那时候的需求 然后同时我们在每一个转角的话 我们都是用非锐角 就是用所谓的斜角 或是弧形的一些设计 那这样子在屋主在行动的期间 不会因为有碰到这些所谓尖锐的角 而产生一些碰撞造成的一些伤害跟危险 像整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所谓隐蔽式 整合在设计里面扶手的部分 我们也有搭配一些灯光的照明 这个部分还有像在动线上一些柜子下面的 低地度的一些灯光的照明 甚至像床边柜下面的夜灯 那其实这些都是提供这边的屋主 在居住的时候提供一个不次元 安全的一个辅助性的一个照明 像这个案子的浴室的空间 我们除了在入口的这个门槛 我们会注意到屋主使用的进出的安全 做成一个无障碍的门槛的方式 还有在除了拉门 我们是用一个穿透的有色玻璃 这样有一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在使用者 我们可以兼顾到另外一半 我们的同住者的这个家人 他的在浴室使用上的安全的考量 那再来进入这个浴室的空间 我们当然就会用这种所谓纸滑的地砖 那除了纸滑提供一个安全的行动的 一个空间以外 它也是好清理的一个材质 那另外像马桶旁边 我们有看到一个金属的一个置物架 它其实并不是只有一个完全的置物功能 它建筑的一个就是我们在马桶起身的时候 尤其长者他起身的时候需要一个上扬 一个提升的力量 那我们不是像一般的 只是一个水平的一个扶手 那这样一个方式就是把这个 所谓的辅助性的功能 融合在整个设计里面 我们都知道长青退休宅 是一个未来住宅的趋势 针对这样一个族群 我们不能只是提供一个安全体贴 友善健康的环境 同时在居家的美学上面 也必须同时的兼顾 就像这个案子一样 其实我们把收纳做于无形 把这些辅助的安全设计 整合在所有的设计里面 我们总是想的比屋主更多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 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全灵 健康的安全处在 想欣赏更多张德良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